重新出发的马华这次决定走自己的路 马华总会长廖忠来今天主持中委会会议后宣布 来临的乌拉港州议席补选 马华将放弃国政旗帜 采用马华党会参选直面选民 翻查历史这是马华成立加入国政后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选中使用自家党会 马华公会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要走一条全民的路 政党和政权的交替后 马华公会必须与反对党的角色 面对新的局面 应该放下历史政治的抱负 以本身的党会面向选民 确立新的政治定位 塑造独立自主的政治身份 尽管如此 廖仲来强调 使用自家党会上阵并不是马华要脱离国政的前奏 他将尽快通知国政这项马华内部决定 他认为在全国大选惨败后 国政已经名存实亡 而马华有必要吸取教训全面改革 确认新的政治定位 马华将在近期宣布候选人 针对即将在11月举行的马华党选 马华硕果仅存的亚裔弹区国会议员 熟理总会长拿多斯里魏家祥 就获得料钟来清点为下一任总会长 我已经多次的呼吁党员权力支持 他的税位加强 以便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党的改革 加强党的领导 他在党内的资深跟位移的马华的 一个国会议员 他也在过去的表现表情 在推动党的改革 他也成为了党的改革委会主席 非常了解这个党的需要 马华将在来临的8月26号开始 举行区会改选 而中央党选则落在11月4号